心动光其实是脉冲光的一种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脉冲光的升级版 心动光比起传统的脉冲光而言 它的雷射能量的输出的效能 和它的稳定度都高出非常多 它配备了七种不同的绿片 等于是你可以在七种不一样的波长之间来回的选择 这对医师而言就可以达到客制化的治疗目标 大家好 我是皮肤科由医生医师 我现在在医生皮肤科诊所认知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介绍心动光 心动光跟雷射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从原理和治疗面来讲 雷射其实是单一波长的光束 它非常的专一 但是它破坏性也比较强 所以你会听到有时候束缚反白 甚至起水泡 都是雷射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些并发症 而心动光不一样 它是属于一个长波段的光 它的波长范围是从400到1200 正好就是我们最常治疗的这个波长范围 所以心动光虽然没有雷射那么专一 但是它温和 而且可以同时涵盖多种问题 所以心动光虽然需要多次治疗 但是比较不会有雷射的一些并发症产生 心动光它其实是脉冲光的一种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脉冲光的升级版 心动光比起传统的脉冲光而言 它的雷射能量的输出的效能 和它的稳定度都高出非常多 心动光它不像传统的脉冲光 脉冲光我们在三个脉冲之前 有时候那个能量不稳定会一直递减 或是忽高忽低 那这造成的意识在治疗上面会很困然 不知道你这一发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 它总共有七种绿片 这种绿片就可以绿掉我们想要 或是保留我们想要的这个波长 来治疗我们特殊的部位 射瘦不均啊 红啊 黑啊 你可以使用560的绿片 来绿掉560以下波长的光 那有些比较深层的斑像是干斑啊 色素啊 暗层啊 我们就可以选择615或是640这样的绿片 所以心动光它配备了七种不同的绿片 等于是你可以在七种不一样的波长之间来回的选择 这对医师的研究可以达到客制化的治疗目标 那新的心动光呢 它有另外两个专利的绿片 它有一个是血管的绿片 一个是痘痘的绿片 它等于绿掉了中间不要的波长 只保留了对血管吸收最好的这个光谱 达到对血管和痘痘最好的治疗 新的心动光的这个小探头 它的探头非常的小 它可以很专一 能量可以拉很高 因此我们针对一些很在意的细节 像是黑斑啊 血管瘤啊 血管丝 因为这个小探头能量它的很高 效果变得更好 而且还比较不痛哦 就是新的心动光它的特色 心动光我常常说它最适合 三种族群的人来施打 第一种就是你皮肤有多种问题 比如说你同时有黑斑啊 暗沉啊 肤色不均或是泛红 这都可以用心动光来处理 那第二种族群呢 就是你皮肤很敏感 因为没有办法承受传统雷射 后续有些流汤流水的现象 这个也很适合用心动光来施打 特别是像一些玫瑰般九招的患者 因为心动光同时可以处理泛红 色素不均的问题 所以都是这类族群的治疗首选 还有第三种 就是你希望束后恢复期很短的这类人 因为心动光打完泛红 大概不会超过一天的时间 束后只会有一些小小的结痂 不太会被发现 所以就适合这三种族群的人来施打心动光 那有哪些族群不能打心动光呢 像是怀孕啊 也有光敏感啊 你正在发炎啊 这些都可能不建议你施打心动光 心动光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治疗 所以打完没有伤口 打完当天你就可以正常洗脸 正常的它保养品 隔天当然也可以正常的防散 那如果你有上妆的需求呢 其实束后是可以正常的上妆跟卸妆的 不过我通常都会交代这类的人 你在束后的七天尽量就上眉毛睫毛嘴唇就好 尽量不要上底妆 就是希望你不要用反复的洗脸 把一些结痂提早脱落 这样有可能就会造成色素成绩的风险 其实心动光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个治疗 因为它本身很温和 所以不论你是要合并其他的雷射 其他的患夫或是其他的针迹 它都可以一起搭配 最常建议就是你可以当天一起施打微震电波 就是一个新的治疗名词 我们叫做心动放电光 你可以先打心动光再打微震电波 微震电波它可以改善你皮肤的细致度跟毛孔 所以搭配心动光 一个改善颜色 一个改善质地 就可以一次处理你所有的肌肤问题 又来了 哈哈哈哈 密集特别多撑 什么一个 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